检查充电口,充电电,第一步先把充电口盖打开,然后检查里面的插针是否正常,是否在外面有没有怼回去 然后如果正常的话,第二步把这两个螺丝取掉 这两个螺丝取掉之后,这个盖板就可以拿出来,然后里面有胶,然后稍微用点力把它拔出来 充电口拔出来之后,检查这里连接点有没有断裂,然后轻微的左右摇的话,如果断裂的话它会很松弛的 然后如果是正常的话,然后把底板打开,底板螺丝全部取掉,然后打开 底板螺丝取掉之后,然后向后抽 打开之后,然后把充电口,充电口这里的充电口找出来,找出来之后,检查那个保险丝有没有断裂 如果保险丝断裂的话,这里会烧黑掉,里面会黑掉或者断开,如果是正常的话 如果保险丝正常的话,然后把这两个螺丝拆掉,把这个包头拿下来 包头取出来之后,然后找到充电线,充电线这里有个接头 这里有个接头,然后看这个接头,这个弹簧片有没有 有没有空隙,有空隙的话,因为它这里面接头是 因为这个接头里面是在空隙的,如果说那个 这个接头没有空隙的话,会导致它接触不良 然后,如果说有空隙的话,就是正常的,然后检查这里 接头有没有断掉,然后一样,左右摇一下,看有没有很松弛的 感觉,里面有断,再手捏一下,看有没有断掉的感觉 然后这里接头也是一样的,摸一下,看里面有没有断的 或者很松弛的,如果都没有,那就是正常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